我真的太会买了 今天跟你们一起把我上个周去上海买的一些东西拆开 买到了一个非常划算的千元的一个包包 然后还有些夏天穿的衣服啊鞋子啊 和可以带的一个小包镜 今天跟你们拆我这次觉得最值的一个 就是谁能要看到这个包包啊 就几千块钱的一个小包 这一个这种偏长方形的卡包设计啊 它装手机装钥匙是装不进去的 但是应该可以装很多很多卡 这个皮是那种荔枝皮的纹路啊 其实还是蛮满抹的 而且摸起来挺舒服的 它这个链条呢是本身箱在里面的 就如果说不想要的话 肯定要把它塞进去 这个袋子这样子缠一圈 刚好可以放在我们胸下的位置 穿那种半截的T恤衫的时候 就可以这样子背了 本来是他们家找那个耳机包的 那耳机包店员告诉我没货了 然后这个包是那个耳机包量位大小 但价格只有三分之一 况且那个耳机包是什么都不能装的 我还在他们家买了另外一个手机壳 这个已经出了一段时间了 划上手机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平常就可以这样斜跨在身上 我们可以这样子玩手机 而且也不用担心手机到处乱放了 然后就是在估计他们家买的两件T恤衫 就买了两件T恤衫 它的包装也太紧直 他们家真的塞有一个普通包装 这件很可爱的T恤衫 这个是他们最新合一 我的插画师联名合作的一个款式 我主要是看中这个颜色了 这种胶黄色上身之后特别显白 大小时有点这种oversize的设计 我买的应该是一个M码 不 我买的是一个L码 因为我最近不是肚子比较大吗 然后穿上是这种松松垮垮的感觉 奥尔天也是一个男装 它是有点这种Polo衫的设计 然后它领口这里是比较亮的这种颜色 有一个他们家比较经典的logo 整体是黑色的 然后袖子上有一点这种条纹的设计 看起来是比较休闲的 像搭配那种白色裙穿应该挺好看的 然后是Valentino他们家的一个小裙子 我小时也就忍不住把它拿出来穿了 它整体是有点这种毛里面的设计 然后裙子的版型是VA的 这对我们的身材修饰效果其实特别的好 唯一的特点是它这两个小兜兜 上面有他们家比较经典的这种某丁的设计 然后领口是有一圈 这种加粗的设计感觉 显得我们脖子这块线条还蛮纤细的 这套裙子价格不便宜 但是我觉得上身之后效果真的是很好 我前天穿出门的时候 几乎都没有人看出来我还宝贝 还有一件T恤 我买的Hurley他们家的 这件T恤当时我买的时候好几个颜色 我选了这个鹅黄色的 它也是那种一贯的风格 就比较少女 然后颜色比较丰富的这种款式 上身之后就比较休闲 也是适合去搭配牛仔裤什么的 Might Tompour这个墨镜 我给你们讲的绝了 就是完完全全不挑脸型的 就是什么样脸型的 上脸之后都可以驾驭 而且颜色也很百搭 是不是有点这种棕色 墨镜我今年去逛了一圈 这个价格真是太高了 我手里这款就是他们家 比较经典的一个版型 看起来也是蛮高 蛮有质感的 价格还不贵 还买了一个故事家的这个眼镜 也是这种上脸之后完全不挑脸型的 我喜欢是它侧面的这个设计 它logo其实只有一个小小的在这 就比较低调嘛 然后整个镜腿是他们家经典的三元色 就上脸之后属于那种比较百搭 款式又很大气 就不是很张扬 然后是这套三代家我买了两件东西 一个是他们家的一个鞋子 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钢珠设计的小凉鞋 但是这种凉鞋也比较休闲嘛 它这种普通的黑色人字托 我觉得太平常了一点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戴有这种小钢球设计的 感觉还蛮酷的 和我身上这件衣服也能搭起来 然后就是一件这种勾针的白T 它这个领子是可以拿下来的 拿下来之后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那种白色T恤衫 像这种上面奶奶的这种颜色啊 我们下面搭配的牛仔服穿应该很好看 在阿咪家买的一个帽子 是他们家这种比较经典的一个鸭舌帽的设计啊 我当时试了另外一个鸵色的也挺好的 不过我最后买了这个牛仔的 它帽子的希尔曼好的 而且呢我们鲁银整个挺高的 这颜色就要改它比较休闲了 什么戏曲山啊都能打赏 看完了我买了它挺多东西 我觉得这次钱花的很到位